红薯是一种健康美味又营养的食物,对体健康有很多好处,很多都喜欢吃。 但是,很多可能都不知道,红薯叶也是可以吃的,并且还被称为长寿食材。 你知道红薯叶为什么被这样叫呢? 哪些不适合吃红薯叶? 红薯叶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粗纤维物质、各种多分类以及类黄酮等多种天然营养元素,吃红薯叶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被称为绿叶菜之王真是一点而也不夸张。 红薯叶为什么被称为长寿食材一? 一,吃红薯叶可以保护势力红薯叶中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和胡萝卜素等重要成分,尤其是胡萝卜素的含量更是高达6纤维克,常吃红薯叶可以很好的保护势力。 二,吃红薯叶可以让胃肠道更健康红薯叶中粗纤维的含量是很丰富的,吃红薯叶可以有效促进肠胃蠕动,加快身体代谢废物和毒素的排出,具有很好的通便润肠的效果,让胃肠道更健康。 三,吃红薯叶可以稳定血压红薯叶中富含各种多分类,类黄酮物质,这些天然成分可以帮助稳定血压,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多吃点红薯叶,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此外,吃红薯叶还能增加肌体免疫力,有效延缓衰老,实在是好处多多。 如果喜欢吃红薯叶的话,不妨多吃点,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弊益。 不过,红薯叶在食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禁忌事项需要注意一下的。 下面这三类吃了,可能会适得其反。 哪些不适合吃红薯叶? 第一,肠胃功能不好者红薯叶属于含粮性食物,肠胃功能不好的食用红薯叶可能会加重肠胃负担,进而引发一些猪如腹泻、腹痛、消化不良等肠胃不适症状。 肠胃功能不好的,尽量少吃红薯叶。 第二,肾虚,体内阳气不足者游手较冰凉、无力、倒汗等症状的肾虚,体内阳气不足的,要少吃红薯叶。 这类体内的原本阴气较重,再摄入一些良性的红薯叶的话,不利于体内阳气的恢复,建议此类群在日常饮食中多吃一些猪如羊肉、红枣等之类的温补性食物。 红薯叶营养丰富,富含多种天然养分,是名副其实的长寿食材,在生活中适当食用一些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不过,大家在吃红薯叶的时候,也要遵循相关食用方法。 肠胃功能不好者,痛风患者以及肾虚,应居患者就要少吃或者不吃,以免起到反作用。 给身体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的情況